在二战美日太平洋战争中 美军打了很多夺岛登陆战 比如瓜岛战役 再班岛战役 硫磺岛战役 那都是豪横的大场面 面对美军不差钱的优势兵力和火力 日军再怎么狡猾 再怎么发痕也没用 然而 吃酸奶不舔盖的美军也有栽面的时候 在一座偏僻小岛上 日军仅用三只狗就拖住美军半个多月 不但让美军损失大批弹药 还给美军造成300多伤亡 一艘驱逐舰重伤 堪称战史上的奇闻 到底是咋回事呢 这回咱就来看看这场 极具幽默色彩的基斯卡岛登陆战 基斯卡岛位于二战太平洋战场最北角 属于美国阿拉斯加州 它的旁边是阿图岛 两座小岛都是人际罕至的荒岛 1942年6月 日军在中头岛海战中惨败 为了找回点面子 一支日军舰队趁乱占领两座小岛 日军派来8000多兵力 2000多人驻守阿图岛 6000多人驻守基斯卡岛 在岛上修筑永固攻势 大肆宣扬日军攻占美国领土 要让这两座岛成为美军心中永远的痛 随着美军彻底扭转太平洋战局 收复两座小岛的工作被提上日程 1943年5月 美国海军中将金凯德率第七舰队 向阿图岛上的日军发起进攻 美军本以为凭借他们压倒性的优势 三天就能解决战斗 可是首岛日军又拿出那种疯狂的五十道尽头 动不动就发起不要命冲锋 硬是顽抗了三个礼拜 给美军造成4000多伤亡 岛上的2600多名日军几乎全部阵亡 阿图岛战役不仅震惊了美军 也震惊了日军 不用问 美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基斯卡岛 而且日军肯定守不住 日军大半营决定 基斯卡岛干脆不要了 赶紧把岛上的6000日军撤走 做出这个决定 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 而是在美军的重拳打击之下 日军损失惨重 再这么赔下去就没有作战不对了 总不能让军部里那帮马路头子们 挺着啤酒肚亲自上战场吧 更何况基斯卡岛本就是个荒岛 打进去6000兵力实在不划算 为了让这伙日军去更有价值的地方送命 日军高层制定甘自作战计划 在日余里代表乾坤一致 要冒险从美军的獠牙之下 把基斯卡岛上的6000日军抢出来 命令下达到日军第一水雷舰队司令 木村昌福少将手中 在以疯狂为企业文化的日军中 木村昌福算是个异类 虽然面相比较张扬 但他行事谨慎小心 对待战局就像对待饭局一样 绝不轻易上头拼酒 因此木村昌福的战绩主要体现在救护上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 东京被严重破坏 当时还是艇长的木村昌福 架着鱼雷艇在东京湾里穿梭救援 将很多日本高官撤出东京 中头岛海战时 美军重创日军舰队 木村指挥一艘巡洋舰 他故意打出我舰机械故障的信号 拖在后面捞起了很多落水的日军船员 尽管战场救护比不上阵前厮杀来的出彩 但这个赛道竞争者也少 木村昌福渐渐混得小有名气 一些日军还迷信的认为 这个木村是一员福将 靠着这种独特形象 木村稳步升到少将 从指挥一艘船 变成指挥一支舰队 这次去基斯卡岛撤出首岛日军的任务 就顺理成章的落到木村昌福头上 上头命令下的轻巧 木村昌福可愁坏了 阿图岛战役已经惹毛了美军 金凯德中将加大力度 调集三艘战列舰 两艘巡洋舰 一艘航母 外加大批驱逐舰 把基斯卡岛团团围住 是要把首岛日军全部歼灭 美军计划先用困岛战术 给岛上日军杀杀威 同时还能围点打员 将胆敢来救援的日军顺手干掉 再看木村昌福的舰队 仅有一艘轻巡洋舰舰和十一艘驱逐舰 要是学梁山好汉截法厂那样硬拼 他这点兵力还不够美军塞牙缝的 既然学不了李逵 木村决定学石签 从偷这个角度找思路 避免与美军正面作战 趁美军不备 把首岛日军悄悄地撤出 打枪地不要 看起来用潜艇是最佳选择 其实不然 日军的潜艇并不先进 容量也十分有限 日军曾派出15艘潜艇 从岛上撤回800伤兵 很快就被美军反潜舰队发现 三艘潜艇被击沉 有43名幸存潜艇船员 不得不游到基斯卡岛求生 反而成了被撤离的对象 打那以后 美军更加强了反潜力量 24小时不间断监控 水下防得比水面还紧 别说潜艇 带雨也别想游过去 潜艇不能用 又想瞒过美军的眼睛 把木村愁得脑袋嗡嗡的 他思来想去 谨慎的选项 也就只有依靠天气了 北太平洋夏季常有大雾 木村决定用大雾做掩护 找到美军包围圈的缝隙 潜入基斯卡岛 1943年7月10号 农雾弥漫 木村倡扶率舰队低调驶向基斯卡岛 谁知刚走到一半雾就散了 木村倒也果断 他坚决下令返航 他还对手下水兵说 去救援只能算第二步 第一步是保全舰队 要是人没撤回来 再把舰队搭进去 那不就亏大了 任凭上头怎样催促慢嘛 木村就当没听见 他极有耐性的等了16天 直到7月26号 农雾再次降临 木村舰队又出发了 尽管很谨慎 木村舰队还是被美军雷达发现 可能是因为大雾扰乱了性能 美军雷达不但只错了方向 还标错了规模 雷达显示远处某片海域有大规模移动 好像是日军主力舰队前来持援 金凯德一看这还了得 马上派舰队风风活活赶去错误海域接机 于是在基斯卡岛周围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机 木村舰队阴差阳错的正好在这段真空期内到达基斯卡岛 岛上日军接到撤退的消息 早就聚集到滩头迫不及待了 船一靠岸立马一拥而上 去他娘的五十刀 活命才是真的 但岛上日军有六千来号 咱都听过那句话 就是六千头猪也要赶一阵子 木村舱服站在甲板上焦急的催促 快 再快一点 哈呀哭 这是日军最脆弱的时刻 要是美军在这时候杀回来 他们将毫无抵抗之力 只能撅着屁股挨揍 木村队手下船员说 不要贪求撤走所有人 如果时间来不及 就开路地干活 撤走一部分也算作战成功 果然 几个小时后 扑了个空的美军就赶回来 重新把基斯卡岛围得水泄不通 美军掏出望远镜粗略观察了岛上敌情 判断日军还在负于顽抗 因为他们看到岛上有小股部队快速移动 似乎是日军在调防 同时又有爆炸火光 不用问 肯定是日军在向美舰开炮示威 金凯德中将听了大怒 下令立即展开夺岛作战 从8月1日开始 美军出动大批轰炸机 对基斯卡岛展开狂轰烂炸 两周内空袭106次 共投下1200多枚重磅炸弹 美军战略舰也不敢示弱 大口径火炮卯足了劲往岛上倾泻炮弹 8月15号登陆正式开始 3万多名美军在100多艘舰艇的掩护下 从三个方向冲上基斯卡岛 不巧的是 登岛当天又是浓雾弥漫 有了阿图岛的惨烈教训 美军极为小心 进军时严防日军偷袭 突然 一队美军发现前方浓雾中似有日军出没 美军立刻开火战斗 没想到对面火力还特别凶猛 美军也来了脾气 机枪手雷迫击炮一通饱和式攻击 终于将这伙敌军打退 然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战区竟然只有美军遗体 没有找到一个日军 难道这伙日军会隐身 再往前走 美军看到一座小屋 地上有个牌子 写着鼠疫病房 美军士兵又是一惊 赶紧呼叫医务兵支援 手忙脚乱的给所有人打针吃药 都说忙中出错 一艘美军驱逐舰在岛边不小心撞上日军部下的水雷 船尾被炸飞 71名船员阵亡 经过五天紧锣密鼓的激战 美军占领整个基斯卡岛 他们发现了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 岛上没有一个日军 美军对着一座空岛打了两个多礼拜 美军不敢相信 翻箱岛柜又找了一遍 只找到日军留下的三只狗 原来当时木村舰队趁着大雾抵达基斯卡岛 岛上日军早已做好充分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 他们连枪都没带 六千来人仅用55分钟就完成登舰 当美军杀回来时 木村舰队早已逃离基斯卡岛海域 两天后 他们抵达母港 整个过程无一人伤亡 那美军看到的开炮火光和小谷部队调防是咋回事呢 美军复盘分析 开炮火光可能是日军留下的炮弹意外爆炸 而小谷部队应该是岛上的狐狸群 那个鼠疫病房的牌子也是日军故意伪造的 就是为了吓唬美军 不是还有一队火力很猛的敌军在浓雾中与美军激战吗 这是咋回事呢 这个美军早弄明白了 那是从另一个方向登岛的美军部队 两队友军都以为对方是日军 激情对战了一场 美军还恍然大悟呢 难怪打得难舍难分 都是一个师父教的 破不了招啊 连续的夺岛战役让美军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 瓜岛战役很惨烈 阿图岛战役很惨烈 这回基斯卡岛还能逃过一场残酷厮杀 美军也没仔细侦察 就在心中形成预判 没想到日军早就跑没影了 反倒让美军一拳打空还扭了腰 由于美军士兵精神过于紧张 看哪都像藏着日军 战友护射 有军无伤的事件屡见不鲜 使美军白白付出了三百多伤亡 最终美军的战役总结为 击毙日军 零 击伤日军 零 俘虏日军 三只狗 美军还打趣的自嘲 说这场战役是史上最真实的登陆演习 基斯卡岛战役让美军日军都很满意 美军庆祝收复失地 赶跑侵略者 金凯德将军受到表彰 日军也找到了庆祝的角度 因为他们从美军重兵包围中撤出六千部队 让美军丢了面子 日军高层弹官相庆 将这次撤退大肆宣扬为太平洋上的奇迹 日本天皇亲自嘉奖了木村仓服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然而 日军再怎么精神胜利法 也不会对战局有任何影响 美军升级了战略 改主岛攻击为跳岛战术 绕过一些岛屿 去直接攻击他们背后的连接点 只要切断日军的联系网 供应网 那些孤岛就成了断线的风筝 将不攻自破 美军的进攻效率大大提高 太平洋战争也进入大反攻的新阶段 我是新杨 感谢您的点赞关注支持 高手笔记系列 咱下期视频接着聊